一望无际的天然草原被这堵墙一分为二 难道这也算是文化遗迹吗 这里是金介豪 也叫金长城 是女真经国为了抵御 何不乐汗和他的 哈梦蒙国所修建的防御宫事 蒙古语里对边境的架法有很多种 其中的一种叫黑嘎尔 齐齐哈尔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名字 乌街 岳飞 韩世忠 肯定是蜿蜒虎秋 金乌珠的克星 但何不乐汗绝对是他的天理 蜿蜒虎秋从1142年到1148年 在中原地区的历史上很沉默 在绍兴一和后的这段时间 这个不甘寂寞的金乌珠曾经在蒙古地区像火山一样爆发过 但是被何不乐汗无情的撇灭了 1147年衣冠不整的蜿蜒虎秋 率领两千多名残兵败将 狼狈不堪的回到了金上京 历史上这三年间的战况并没有详细的记载 但八万铁夫独全军覆没这一事实可以建筑史料 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时金乌珠本人也曾经被俘虏过 从历史上的一些零星记录和民间传说来探索 当时是金国相特布拉寒娇纳的宝石金 才把他无罪释放的 总之金乌珠这次败得非常窝囊 回去以后一蹶不振郁郁而终 还好他没被何不乐汗扔在草原上喂野狗 你或许在《月泉传》里看到过 气死乌珠乐死牛稿的桥段 但真实的历史远比演绎精彩 英国人是彻底怕了 一面派人去跟蒙古人讲和 一面抓紧时间修筑金介豪 何不乐汗也不会便宜了金国 来了个狮子打开口 向他们勒索碎壁 不过这对金国来说 无非就是羊毛出在牛身上的事 因为他们的碎壁也是来自南宋 欺负不了北方勇牧民族 难道还欺负不了南宋吗 于是他们就跟南宋要碎壁 然后进贡给何不乐汗 对金国人来说 碎壁的问题好解决 但是心里那口恶气 无法发泄 实在憋得难受 憋来憋去 憋了一肚子坏水 完人丧德 完物丧志 完人丧德 于是女真人就从一个 骁勇善战的族群 成功地蜕变成 丧德放坏的族群 他们一面老老实实向北方勇牧民族 缴纳着碎壁 而另一面是潜心地等在着机会 时刻准备着放坏 终于他们等来了机会 伟大的何不乐汗去世了 不过 金国也没有可用的将领 因为一年后 金乌珠也挂了 何不乐汗去世后 他的子侄们开始争权夺利 互不相让 哈摩克蒙古 进入了暂时的分裂状态 这给了金国人可乘之机 金国人混水摸鱼 就是在这段时间内 金国人先后害死了几个 北方游牧部落的酋长 何不乐汗去世以后 草原上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下一期 给大家做详细的解读 一个地名 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讲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